五十年不變 過了一半 香港亦剛經歷了港區港化等等新的變化 而民潮這段日子都在頭興起 牧師你覺得在我們面對未來的時候 信仰群體在香港社會 有沒有什麼新的角色需要承擔 我自己就沒有在這方面想太深入 因為實際上我也想退休了 等等 我覺得很多人對香港的前景有很多灰心 失望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 首先是教會的信仰群體 當然我們沒有太樂觀 但是也沒有太悲觀 我們都覺得 我開始說 我們肯定順利是眷顧這個地方 所以我仍然覺得 無論將來是怎樣演變都好 我們都能夠在這個社會當中 都傳播一種希望 可能希望不是因為有中央撐著我們 我們的希望永遠都是在上帝那裏 所以我覺得我們仍然一定要在這個社會當中 傳播一種有盼望的一個訊息 我想這個是覺得很重要的 我想最近在來的星期日 準備一篇講章 正在看《廉王記》下的五章 講到伊莉莎去醫治賴曼 其中有兩個博人 名字都不知道 不過他們在那個情況下 提出什麼方法的醫治賴曼 我看到那兩個人 一個是以色列的女子皮博 一個是賴曼的博人 我在他們當中看到 他們的信心 愛心和勇氣 那我就覺得 今日的社會 特別是我們做教會 或是做信徒 一定要在這個社會當中 繼續傳播我們的信心 愛心和勇氣 信心 我所指的就是 我們相信 這是上帝的特大力 愛心就是 我繼續關心一些 有需要 有貧窮和軟弱的人 勇氣 我覺得仍然是需要的就是 現在大家知道 在言論自由各方面都有困難的裏面 能夠講誠實的話 不是虛假 當然我們要小心 講說話也要小心點 但其實一定要 真是能夠有勇氣 去講一些應該講的話 對社會的情況 有意見 有批評 我覺得這個 我們是不能夠 不會講的 我覺得這個 都是在未來日子當中 教會應該要鼓勵信徒 包括整個整體的教會 能夠去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剛才說 社會怎麼變成 教會不要失去自己 要知道自己有什麼角色 自己要做些什麼 我想我們永遠都是在社會當中 去散佛這種信心 愛心 勇氣 這就是我覺得 存在是教會 存在香港 繼續做的事情 對教會來說 而且聖經裏面的歷史記載 都令到我們有很多的提醒 和對上帝有更多的認識 事實上講起歷史 過往九七前後 不少教會中人都會嘗試參考 內地教會昔日的經驗 有時甚至會揣測 會類比 誰是特區年代的香港叮光訓 或者李儲民 或者吳耀宗 但回望25年的發展 你覺得歷史是否真的一再重複呢 過往的歷史對於今後香港的實踐 其實參加價值是多或少的 我不知道會否香港成立三次 海國教會 大家知道過去內地有三次 有地方 所謂小群 或者家庭聚會 當然有些人覺得三次已經認同了政權 妥協 有很多批評的意見當中 不過我覺得過去我都認識很多內地教會的人 當然他們都受過很多困難日子 不過仍然堅持他們的信仰 當然你說他對一些所謂政權等等的批評 沒有了 絕無僅有 我覺得他都有他的角色在那裡 存在在當日的社會 今天在內地有這麼多的信徒在當中 我想說每一種教會的形式在裏面 都有他一定的角色可以做得到 那香港會否怎樣 例如香港在轉變 你看到香港的教會都有部份的人 就比較傾向認同政府 有些對政府有很多批評的意見等等 其實我都見到有些在香港社會 在教會裏面都有些人 就是給自己的一些意見 批評某些人 他們怎樣認同某些政權政策 那我經常見到這些情況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我少許有批評 我就問我自己做什麼 我自己做什麼 我自己做我應該做覺得的事 當然在政權的轉變裏面 當然有些人對信仰 怎樣跟政權的關係 他們有不同的理解 我想彼此的尊重 中派都不同 不同 當然有些人是靠邊站 看風洗利 這些是有的 不過我深述是少數的 將來究竟會不會有分成 有些人是很支持的 有些人不是很支持 好像引了一種分裂的情況 我不敢說 不過我覺得希望 教會能夠仍然保持一種 彼此的尊重 大家不同的看法 我相信在歷史裏面來說 之後看回它 它都有它的貢獻 我們當時看不到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自己 譬如我相信什麼 我覺得我的宗派 或者我個人 是覺得是什麼 我信仰 對我來說是什麼提醒的 要做些什麼 我仍然是做回我應該做的事 我相信香港社會 都很多元化的 我想宗教或者教會 都有很多元化的一種制度等等 都可能幫到香港社會 但不需要彼此的批評 這是我看到的看法 亦都希望不要將大家彼此的攻擊 自己都搞不定一個陣營 彼此的攻擊的時候 我想對香港社會的影響更大 我想看到大家的不同 不是一個問題 而是一個大家可以互相學習的距離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是的 有人比較上是 跟政府的關係好些 有些沒那麼好 都不是一個問題 社會就是需要多種不同的意見的人 教會都是應該要這樣的 所以我看到在教會裏面 有時候 不要說中派中派之間 在一個教會裏面 大家意見不同 就產生分裂、離開等等 我個人就覺得 不太開心這種現象 我覺得我們信仰上帝 大家怎樣理解我們信仰 每個人都有些少許的差異 這些是肯定的 我相信在差異的當中 才看到上帝奇妙的工作 上帝的工作範圍是很講的 方法也很多的 我們大家學習彼此的欣賞 其實這段日子都接近七一 九十年代初開始 基督教協助會 都會在最接近七一的主日 就定為香港主日 不少教會都趁這個主日 為香港祈禱 今時今日 阿牧師 你覺得大家可以怎樣 為香港社會和教會的未來 去祈告 當然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為掌權的人祈告 雖然我們都好像覺得沒有什麼用 但我相信是靠同我們 不知道上帝什麼時候聽到的 是要為掌權的人祈告 當然第二 都為自己的教會 為自己個人祈告 我剛才說 我想無論怎樣的改變 教會和信徒 怎樣都要在這個社會當中 在灰暗的裏面 去散播光明 在真正的確 缺乏一種憐憫的時候 我們去深圳我們的愛心等等 在很虛假 荒謬的時代裏面 去真是說誠實的話 這個都是要提醒我們自己 作為教會和信徒 是要做的一些事來的 這是我覺得 是要繼續為香港的教會祈禱 當然看到 雖然七一 我們現在看到天主教 舉行一個祈禱會 那樣 好像基督教都沒有舉行到 都有些基督教的參與在裡面 有的 在基督教會參與當中 我想教會都可以值得 想一下的 七月一號 其實雖然是公共假期 但教會都舉行一些祈禱會 鼓勵大家為香港社會 為香港教會在轉變裡面 繼續個討告都是值得的 很有意思的 我覺得親日是個很有意思的日子來的